脸上的斑斑点点大家都非常讨厌,尤其是女性朋友。 如果脸上长了各种斑点,那么也会影响心情和正常生活。 很多斑点都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做好防晒工作,或者是皮肤衰老所引起的现象,尤其是老年斑。 很多老年斑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,胶原蛋白流失所引起的。 当然,这个也和平时没有做好局部护理有很大的关系。 很多女性朋友为了去除脸部伤的斑斑点点,真的可以说是各种方法都用尽了,像中医疗法,面部按摩,以及一些极光去斑等等。 该用的方法都用尽了,但是经常反弹并且收获不到很好的效果。 今天呢,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对于去斑有非常好的作用的一个小方法。 只需要每天在脸上或者是身上有斑的地方搓一搓,擦一擦,坚持一个星期就能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, 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白了,斑点少了,淡了,非常的有效哦。 那么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白边小厨房,不复好时光,大家好,这里是白边小厨房。 我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兵不陌生,它就是我们厨房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调味品,白醋。 白醋是用存粮食酿造的,放在厨房里面,平时主要用来炒菜、拌菜,当做调味品使用。 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,白醋不仅可以当做调味品使用,其实它还有其他更多的作用哦。 今天我们所要用到的材料里面就会有白醋。 选择白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酿造型的白醋。 白醋准备好之后,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碗。 碗碗里面加入适量的粉末,我这里用到的是面粉,如果家里面没有面粉的朋友呢,我们也可以加入淀粉啊,或者是糯米粉什么的都可以。 不需要太多,我这里总共加了两勺。 像面粉,在生活中我们都是用来做点心的时候再用,或者是做面条。 但是我们今天所用到的面粉呢,在这里主要是充当一个载体的作用。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白醋倒进来。 接着我们试探性的少量的先往里面倒一点,一下子不要倒的太多。 接着用勺子或者是筷子把它充分地搅拌一下,让面粉和白醋充分地混合。 我们在搅拌的过程中,如果觉得这个面粉糊太干了的话,那么可以再往里面加一点白醋。 太稀了的话,又可以再往里面加一点面粉。 白醋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,还能软化胶脂层和溶解黑色素。 所以用白醋来做面膜和敷粘,都是可以加速皮肤底层的血液循环。 淡化黑色素,淡化色斑。 并且白醋还可以对皮肤做清洁,能打开毛孔,消除细菌。 尤其是对于老年斑,效果更好。 最后我们把面粉和白醋调成这个稀湿度就可以了。 接着再继续往一个方向不停地这样搅拌,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。 最后搅拌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 然后再准备一盒这个维生素液。 像维生素液啊,平时我就是每天会吃上一颗在睡觉前。 这个维生素液啊,在各个药店都可以买到。 它既可以内服,也可以外用,并且呢,它的作用我们都知道。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它的保健功能,有美容,去黄鹤斑,以及延缓衰老等作用。 然后我们将维生素液拧开,取上一颗就行了。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呢,是晶莹剔透的,像一颗小金蛋的样子,看上去十分可爱。 现在我们可以找一根针,或者是牙签,在上面扎上一个洞。 它的外皮十分柔软,我们轻轻一扎呢,就可以将它扎破了。 然后把里面的维生素液挤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白醋面糊里面。 全部挤进去之后,我们的手指尖上会有一些维生素液的残留。 那么也不要浪费了,将它搓在手上面,涂抹均匀。 接着继续搅拌,让白醋,面粉糊,还有维生素液充分的融合。 维生素液不仅可以去除黄鹤斑,延缓衰老和具有美容的作用,并且呢,对于去除老年斑也有很好的效果。 所以平时我们在自制面膜,或者是在做面部护理的时候,都可以涂一些维生素液,在我们脸上,患有老年斑的地方涂一下。 因为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,但是见效呢,也需要一定的过程,所以需要坚持的涂抹。 那么我们往里面加了白醋,还有面粉作为媒介,就这样可以调成一款非常好的淡斑美白面膜。 充分搅拌均匀后呢,我们的这一款自制面膜就做好了。 做好之后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。 那么我们可以在每天晚上或者是早上的时候,清洁皮肤之后。 接着把皮肤上面的水分擦干,不管是脸上还是手上,那么我们都要把上面的水擦干。 擦干之后,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自制的这个面膜涂于面部或者是手上了。 每一次呢,涂的时候可以先盛入一小勺,然后放在我们需要涂抹的地方,再用手轻轻地将它晕染开。 那像咱们面部和手上的斑点比较严重的话,每天可以做上三到四次。 在有斑比较明显的地方可以多涂抹一点。 坚持一个星期,你就会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。 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嫩了不少,并且呢,也白了不少,斑点也慢慢地淡化了。 第一次涂抹均匀后,我们可以再往上面沉上一点,再进行涂抹,把它涂得稍微厚一点。 涂抹上之后,我们要用手这样轻轻地给它每个地方都按摩一下,这样呢,皮肤才更容易吸收里面的养分。 那么效果才会更明显,尤其是咱们患有老年班的朋友,一定要在老年班的地方多这样涂一下。 那么如果问题比较严重,我们就涂厚一点。 那么涂多涂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。 那像我们的手上,做上这样的面膜之后,我们可以在表面套上一个一次性的手套。 那么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,也不用担心手上的面膜会被蹭掉,或者是涂得到处都是了,非常的方便。 我们就这样保持15到20分钟。 那么如果是在脸上敷的话,我们也可以直接涂在脸上,也可以涂在压缩面膜上面,再敷在脸上。 那么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方式。 15分钟过去了,我们把这个手套取下来。 接着用水将面膜冲洗干净之后,然后再做日常护理就行了。 非常的简单。 那么如果你的脸上斑斑点点特别多,各种各样的斑点,用过任何方式都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,并且皮肤也比较暗黑的话,那么不妨试一下这个方式吧。 坚持一到两天是基本上看不到效果的,坚持一周下来,你就会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。 那么我们在洗脸的时候,也可以在清水里面加上一点白醋,效果呢就会更好了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,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,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 感兴趣的朋友就赶快试一下吧。 那好了,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 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明天不见不散,拜拜。 拜拜 再次复兴